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本身是想让我跟您学习一下情商 反而我的情商没增上去 她的情商都增上去 我觉得你的情商比我高 你看一上来大家都喜欢 没有没有没有 她说她最大的梦想是顿顿吃火锅 对 我超级喜欢吃火锅 就是吃完辣就让自己特别开心 就像您一样 26是吧 对 是的 一直就是这种状态吗 是说话笑嘻嘻的 是看见您高兴了 情商这么高呢 没有没有没有 当上台的时候 就非常的温暖 非常的清新 这种天然的亲和力 是非常善于去在企业里面 去做客服或者服务类的工作的 所以开始的时候 就它抱有了很大的期望 自己做了七年的客服工作 对 对吧 大概一个月多少钱 就是五千左右 你做什么客服 是手机客服 手机客服 对 你是很有耐心的那种吗 我是对客户很有耐心 是吧 对 我找一个人来试一下好不好 看看你有多 好的 有耐心 好的 李浩阳 这种事必须你出马 因为你这种人最难缠 你知道吗 你是那个客服吗 你好先生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那个我手机因为你们质量问题 导致我有两千万多万的损失 非常抱歉给您大家体验的不便 请问您现在手机 可以正常开机使用吗 我当然是不行了 不行了是吧 对啊 好了 您别着急 那您是 我不着急 两千万我都不着急吗 是 我非常理解您 那目前您是 是什么情况 然后您发现手机用不了了呀 我这因为微信太多了 然后你的就老是死机 死机以后闪退 闪退以后呢 就关机 对吧 那我以为关机以后 我再开机也行呢 这次彻底开不开了 正跟一个合作伙伴在谈 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体验 不便 这样您方便 我先带您做几个操作步骤 看是否可以帮到您呢 可以啊 您有方法你说 那我们就先做一下 强制性的开机 看是否可以帮到您好吗 开了一百次了 开不了 行 是吧 然后确定的手机 都是在有电的情况下 您最后一次看的时候 又冲了 你别当我是傻子 你说那几个招 我都试了一百遍了 是 那您放心 我会给您说一个 其他您没做过的 您看可以吗 你说 哎 比方说我们连接到电脑的 iTunes 做一些强制的恢复 但是您里边的宝贵的资料 有可能会丢失 这个您看可以吗 你这个方法 我们CTO都给我试了 不管用 还是不管用 对 好 来 行 那这样 您告诉我您在哪个区 或者在哪个城市 我帮您查询 最近的维修中心 我这时候还有什么维修中心 我叫你们赔钱 是 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先生 因为 两千万也不让你多 让你赔五十八万吧 非常理解您先生 就是您打过来这电话 也是希望可以解决问题的 也不是冲着强来的 您说对吧 我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了 对吧 我买十个手机 我的合作伙伴回不来了 对吗 是 我现在就控诉你们 对吧 要不然我就坐在你们手机上哭 我录视频 发抖音 差不多可以了 我觉得这姑娘够棒的了 不错不错 那么糟糕的人 我跟你讲 浩元你真专业 太专业了这事 我觉得这姑娘展示的专业性 非常棒 和厚非因为我们听到过很多像你这样专业的一个客服 我觉得这场表演最精彩的是李浩阳 真的他把一个撒泼专业户演得历历尽 根本就不是演的 他素质立线 我那会儿就是潮汐附体 我感觉一下个狠专的 好 别急 其实他还有一个优点 他的节奏感很好 我们做节目的最讲究说话的节奏感 有些人服务态度也很好 但是是慢挑私利型的 而他的节奏感跟李浩阳的节奏感是非常契合的 在就是客服的这个工作当中有七年能够有这样的表现 我们觉得非常难得 说实话 李总的那个攻击性是非常强的 他始终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节奏 我特别喜欢就是在跟人交流的时候 不让人反感 然后又能够把自己的话说清楚的这样的客服 所以小云我想问你 你的性格很好 你刚才面对强压的时候 你也是能保持很好的心态 那我其实知道有一种情况 就是他回家之后 或者他自个人的时候 他情绪是不舒服的 然后他会有这种比如阴郁啊不爽啊 你会不会有 会有啊 一顿火锅就可以解决了 这个很好